今天我们按照选拔办法的要求 召开选拔领导工作小组会议 公正公平公开的选拔出 最值得信赖的运动员 去参加东京奥运会 在日本完成升国旗奏国歌的光荣使命 所以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专家 三个老教练 三个奥运会大满贯的成员 也有自己的判断 先听听你们的建议 下面讲一下自己心目中的 唱赛人员建议名单 滚双许兴 刘诗文 女单 陈梦 顺颖莎 男单 马龙 樊正东 女单的名单 陈梦 顺颖莎 刘诗文 皮卡 王满玉 男团 马龙 樊正东 许兴 皮卡 王水星 男团 我的名单是 马龙 樊正东和许兴 我的选拔意见就是 跟上述两位专家的一样 就是许兴跟刘诗文是混双 我觉得这两个选手都是大赛经验丰富 双打能力超群 几位前辈教练都说了这个名单 我个人完全同意 我非常同意之前领导教练 包括队友的这个名单决定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名单的决定 前面的老领导 包括师姐的这个名单上 非常赞同 女单呢 现在是陈梦和孙颖莎 因为这两年 陈梦可能相对会更稳定一些 孙颖莎呢 是这几年涌现出来一个 非常有冲劲的队员 我在看他打比赛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队员的打法 特点非常的突出 就是整队节奏方面啊 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而且他给人的感觉是 用自己的节奏来打球 而不是特别慌乱 所以说明他他的心态非常好 我给我的感觉 就是无法护制的 男队教练组经集体开会讨论研究 意见高度一致 六票全票通过 男子单打参赛人员名单是 马龙 樊振东 团体参赛人员名单是 马龙 樊振东 许昕 皮卡人员是王楚心 单打运动员陈梦 近两年内获得了九个国际比赛冠军 三个国内比赛的冠军 世界杯和全国几卖赛首次获得冠军 并对主要对手伊藤美成保持全胜 目前世界排名及奥运排名均是第一位 单打运动员孙颖沙 国际公开赛五个冠军 亚洲锦标赛女担冠军 国内19年全国锦标赛冠军 奥运模拟赛冠军 19年世界杯团体赛出任第一单打 并战胜伊藤 对伊藤取得了五胜一负的战绩 混双团体 队员刘斯文 19年世界锦标赛单打混双冠军 19年后出现了伤病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 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努力 目前已恢复到可以参加奥运会的状态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也经与他本人的沟通 目前他主要的精力 还是应该放在混双上 最终确定了由男队的许新 和女队的刘斯文来配对 两人自从配对以来 获得了四锦赛 亚锦赛和四战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更重要的是 获得了在2019年 中国郑州举行的 国际拼联总结赛的冠军 并且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 两个人的目前参赛总战绩 是33胜一副 两个人目前的奥运会 混双失业排名是第一位 从目前两个人的竞技状态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之前成都的训练和备战中 多次战胜男双的组合 我们混双的教练组 也相信两个人 一定会完成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任务 为全队赢得开门红 好那首先我们现在对混双 名单曲心 刘诗文 进行举手表决 请投票 好谢谢各位 总共是14票全票通过 下面我们对 奥运女单的报像 陈梦 孙颖沙 进行举手表决 请投票 好谢谢各位 也是全票通过 东京奥运会是一届完全不同的奥运会 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和未知挑战 未知的困难之多 都不是以往奥运会 可以比拟和参考的 不要用以前的奥运经验 来犯经验主义错误 做最困难的打算 给运动员更多的挑战 来增加球队的战斗力 凝聚力 向心力 不负国人的期望 和大家的努力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 捍卫国球的荣耀